冯小刚新剧横店开机,女主角已定,先来看看她是谁,Hello大家好,2017年芳华看哭了很多人,正当我们还在讨论着黄轩,苗苗的时候,冯小刚导演,已经在横店开始新剧的拍摄工作了,古装剧建王朝已经在横店开拍,该剧由冯小刚先至,导演,编剧都是重量级人物, 说到花仙谷大家一定知道了吧,就是出自饶俊之首,影片预计于2018年贺岁档上映,这也是冯小刚贺岁剧的老套路,开机现场气氛很热烈,冯小刚身穿黑色黏衣,头戴鸭舌帽,出席了开机仪式,神情严肃,冯导说这部剧充满期待,能否成为2018年,超越芳华的冯氏经典,大家拭目以待, 当被问及该剧的女主角时,冯小刚还是很神秘的笑了笑,冯小刚在选女演员的时候特别的讲究,女主角都是经过层层选拔,比如电影《芳华》整容播的《不要,建王朝》这部剧也是一样,演员不带形象气质要好,人要漂亮,还要能吃苦,冯小刚带着女主角赵圆圆 参加了开机仪式,赵人愿身穿白色羊毛大衣,红白格子围巾搭配黑色礼帽,一身时尚打扮,我觉得很像当年上海开礼的冯澄澄,你觉得呢? 据说里面有粉的打戏,十分精彩